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男子运动员的 各位按照号码不顺序来开始的这样一个名单 来排一下 一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是16位选手 参加到四组的我们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以及八位女子选手 参加到两组的半决赛当中 还有四位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在比赛当中 这也是我们这次参加的 四位男子选手和四位女子选手的 国际邀请的一些选手 是来自强队俄罗斯 稍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俄罗斯队在冬奥会当中的一些情况 接着我们刚才的一个话题 因为风是空气的水平运动造成的 那么空气的水平运动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气压的高低造成的 气压是怎么高低出来区分的 是因为气温的不同 我们都知道比如说 尤其到中午的时候 地面升温是不是比水面升温要快 那相对来说就是气温比较低的地方气压高 气温高的地方气压低 那么气压就会从水面向陆地来吹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一些相对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隔着江隔着河的时候 会有风从水面上吹过来 所以今天整个的赛道呢 当它因为它全程是300米的赛道 然后整个赛道的长度 运动员行进完事之后 要完成15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要完成1500米的距离 完成五圈的话呢 基本上如果是从我们现在屏幕的右侧往左侧来走的话 那么它的风就是从右侧来 那么从左侧往右侧回来的这个折返圈的话呢 风就是从左侧来 没错 好 我们看到现在即将开始的是 男子短距离四分之一的决赛 稍后将要在一分半钟之后开始 那么国际雪莲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呢 其实也是受了国际项目当中的一些影响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 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们一边来跟随着比赛的赛况 同时一边跟大家普及一些 关于越野滑雪以及城市越野滑雪的一些知识 包括对于接下来在北京冬奥会当中 整个越野滑雪奖牌的一个分布 以及要进行的项目 再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普及一下 来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过程当中的 一共是16位选手当中的第一组 每组是四位选手 首先呢是一号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俄罗斯的选手伊万基里诺夫 这位选手呢曾经参加过2021年的 这个赛季的世锦赛的15公里的个人赛 而且是获得了也就是最右侧的这位一号选手 穿蓝色队服的这位 然后其他的三位呢是中国选手 分别是小号码10号 来自新疆的选手伊尔纳尔阿布德勒汉 还有11号来自我们的云南宝山的选手 刘荣胜 以及20号这是来自新疆和硕的一位选手 马海琳 还在第三号和第四号的是这个刺人战堆和李明林 刺人战堆这位选手呢是也是来自新疆的 他是一位长距离的选手 那么第一组的比赛是三位中国选手和一位俄罗斯的选手率先出战 那么我们所有选手是分为五个组别 来依次出发 20位选手每组呢是四位选手一共是分成了五组来进行 然后首先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 选手是采取的传统技术的双胀推升 然后转向自由技术 基本上呢在越野滑雪当中我们都说平整的赛道看上去好像赛道比较简单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相当于我们看中间是有一条分割线的 那么左边一侧赛道右边一侧赛道就是双边是折反 折反的这个弯呢一般来说我们叫做死弯 那么全程的话呢一圈里面呢大概会经过五个坡 而且这个坡呢只有大概一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弯我们看选手们在过弯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把弯收的比较小的话就很容易出现 就是登兵会登不住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呢越野滑雪的这样一个雪板 尤其是自由式越野滑雪的雪板 它跟传统式的越野滑雪雪板还会有一些区别 自由式越野滑雪的雪板它跟单板和高山滑雪不一样 它没有旁边的刚刃 所以说它卡雪的能力呢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 而自由式的项目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它的 所有的器械器材都会比较以轻为主 无论是它的雪鞋还是它的雪板还是它的雪杖 它的雪杖轻到什么程度就跟筷子差不多的轻 所以说它的雪杖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折断的 尤其是在发生碰撞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说呢在旁边的赛道会设置教练园区 教练园区会给你递换雪杖 我们现在看俄罗斯现在处在第一位 然后尤其阿诺夫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 顶飞死后的是哈德斯巴德里南 那么其实两位选手 其实四个人感觉他们之间的一个建格都是比较大的 阿姆德罗汉是排在第二 然后俄罗斯的选手伊万基里洛夫是排在第一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俄罗斯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无论是我们非常熟悉 从14年索期冬奥会看到强大的俄罗斯队 当时能够在很多项目当中包揽前两名 甚至前三名 包括像阿列克谢伯尔舒诺夫 在2018年和克莱伯的这种巅峰对决 能够看到俄罗斯包括前苏联队 在这个项目当中都可以给北欧强队 像挪威瑞典 以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性的压力 没错 其实很多越野滑雪的选手 他们可能是从别的项目转过来的 是的 因为我们呢 越野滑雪队接到了15年 2022北京冬奥会深奥成功的这样一个任务之后呢 我们从17年开始又进行了跨界跨向的一个选材 充斥我们的越野滑雪 毕竟越野滑雪是冬奥的第一大 尤其是雪上项目的第一大基础项目 没错 我们看今天其实这个雪质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松软的 是 但是呢 就是这个雪的话呢 一般来说要厚度达到30公分 自由式滑雪呢 因为在今天上午我们看 这个整个的雪面相对来说有点凌乱 并不是特别的平整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今天上午进行了一些资格赛 而资格赛之后选拔出来的选手呢 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分成每组 四位选手分成五组来进行 俄罗斯的选手 伊万基里洛夫 现在呢 其实我们看到排在第二位的 我们的阿布德勒海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这样一个滑板 首先呢 他跟第一名稍微保持一点点距离 处于跟随滑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他跟在对方的身后有一段距离之后呢 防止对方的雪板的尾部和自己雪板的头部 会有一个交错 那这样的话呢 因为雪板一般来说会得长190公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很容易出现雪板交错的话 带乱你的重心 而现在根据我们到达接近第四圈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 阿布德勒海现在将对手稍微的从内道超越一下 而过这种U型弯 我们叫做掉头弯的话呢 就基本上在圈里面叫做死弯 选手一般会把整个的外圈放得比较大 以防切雪过程当中 向外离心力太大 有点收不住自己的准备的重心 全程的唯一一个坡 由于呢在整个的赛场 我们一共要完成五圈 这个坡也要过五次 其实整个赛道区来讲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平整的 应该只有这一个上坡 可能对一种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是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达终点线冲刺 终点线呢 是有一个激光切线 来看选手们的这个固定器 脚前端的固定器 来作为充现的一个标准 现在目前这组得到小组第一的 是来自中国队 我们来自新疆的伊尔纳尔阿卜德罗汉 俄罗斯的伊万吉洛夫 目前是处在第二 我们看第二组呢 也是即将出发了第二组 都是四位中国选手 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 另外呢会递补两个最好成绩 我们叫做Lucky Loser 也就是一共是十位选 一共是这个十二位选手 晋级到下一轮当中 这组呢来看四号的是我们的长距离的名将上金才 七号呢是新疆的选手哈萨克组的选手 哈纳提图尔逊 目前他处在第二个就是这个身穿黄色队伏的这个选手 另外呢是十四号和十七号 分别是来自宁夏的马晓菲 以及来自我们的藏族小伙来自日喀泽的热捷 现在呢上金才这位老将 这是来自黑龙江队的选手了 他是93年出生的 今年已经是28岁 我们看今天整个的天气哈 就是大概现在是零上六摄氏度左右 而且风比较大 但是选手们经过了充分的热身之后呢 尤其上金才 穿着短裤 对 确实 包括上一组的这个巴德里亨他也是穿着短裤 现在选手其实做了充分的热身 对 因为呢在我们的整个的赛道的旁边呢 除了我们的竞赛区之外 在靠近竞赛区的位置 要有测试区 就雪板测试区和热身区 那么雪板测试区呢就要挨着打蜡区 那么打蜡区呢很多队里面会自带打蜡车 打蜡师会根据今天的雪况 包括气温和湿度来进行打蜡 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打蜡的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如果就是雪蜡呢 它是分成三层的 分别是靠近雪板的一层这个底蜡 然后有外面 底蜡外面是一层中层蜡 中层蜡在外面呢是一层我们叫面蜡 相当于 比如说每天你化妆的时候 先有一个打底霜 就是先有一个保湿霜打个底 然后中间呢会涂上一层中间的 比如说鼻子霜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外面呢会涂彩妆 对 所以这样的话它中间的中层蜡是起一个对表面的 比如说快速蜡 会形成一个粘接 这个耳底蜡呢 它其实是因为雪板里面是有很多的小孔的 它要对板有一个养护的一个作用 相当于我们的孤孤霜 孤打到最里面 目前呢上金台是主菜第一 上金台也是一位老将了 从事了15年的越野滑雪 是的 包括它其实也是多次获得了全国冬运会冠军菜 还有景标菜第一名的这样一个成绩 王强啊上金台 这都是我们就是一般越野滑雪 他们是从基本上 啊08年到10年那个时候 就是越野滑雪专项的一部选手 从十几岁到十六七岁 就到这个专项里面去 排在第二位的是哈纳提普尔逊 这位选手来自哈萨克组 他就是2017年当时跨界跨向队重新组队的过程当中 入选队伍里面 而以前呢他是一位中场跑的选手 一般来说我们看这里面 从他们的跨界跨向的背景当中 以前从事中场跑的选手会比较多 但是呢这个项目 其实他跟中场跑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我们看到对于核心力量 对于上肢力量是要求非常多的 我们看到每一次的点仗推升 其实啊从 我们经常看市井赛和奥运会的这些观众啊 如果看我们中国队的比赛会觉得 我们的推仗相对来说 跟外国的一些真正的高水平的选手 在推仗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大的区别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触地点仗的时间 触地时间有点长 而高水平的选手他的触地时间短 你看后面有选手就摔倒了 主要是因为在城市的越野滑雪过程当中呢 他这个雪不如在户外的过程当中 更加因为湿度相对来会比较大 呃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雪面的 虽然说加了一些化学制品 以及加了盐 就是保证这个雪肌尽可能让它不化 但是上海的气温还是有点高 所以他在滑与不化的这过程当中呢 这个雪就比较滑 所以在行进快速行进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切雪会比较困难 地面的颗粒摩擦细数比较小 七号选手是哈纳蒂图尔逊 刚才后面的应该是十三十四 十四十七 十四十七号选手 像马晓菲啊 以及热捷两位选手有出现摔倒 最后冲刺的时候呢 其实两位选手为什么不争了 就是因为小组前两名 直接可以出现 直接晋级 对就在这一刻可以保留体育 其实前两轮比赛看到都有选手 出现摔倒的一个情况啊 是 在城市越野滑雪当中呢 是经常会出现这类的情况 对 因为这个赛道 我们刚才说就是看上去它很平 但是比起来会非常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高低波 上波和下波的时候 一个是上波我们可以拼技术 下波的话呢 可以用身体的团伸效果 造成小风阻 让身体稍微喘口气 但是在平整的这个赛道上 你没有任何的下行 势能的惯性可以借助 所以说全程相当于跑400米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段位 你是可以放松的 是 来我们来看第三组 依然是四位选手来出发 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 一共五个小组当中呢 再比出两个 递补晋级两个最好成绩 这组的五号选手是来自 俄罗斯的选手 伊万吉里洛夫 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位选手 一开始呢 就大步的向前 这组感觉大家一开始 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不像前两组是一开始 就拉开了一个差距 但是在城市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 尤其是个人短距离 外籍的选手 就经验是很丰富的 他们一开始呢 就是我不在内道 去跟你们听消耗 我站边 然后慢慢 我从边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在后几圈的时候 我在找机会往前走 我不着急一上来 要抢占位置 一抢占位置的话 我们看在刚才 这个掉头死弯这个地方 马上他往中间 这外籍的伊万洛夫 往中间收弯的时候 就差点和中国选手产生碰撞 目前处在第一位的是 15号选手 刚刚感觉前两轮 大家用时大概都是在 4分半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 对 4圈 一共是5圈 4分半 一圈的滑行距离呢 是300 我们看现在外籍的伊万洛夫呢 就已经是 他慢慢地在 靠近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 完全不着急 在前几圈这样的话呢 因为是这样 今天要比很多轮 因为现在是4分的一轮 然后马上就是半决赛轮 再是决赛轮 你要把尽可能地 在前面经济地去比 然后把自己的体能 留到后面 我们看到现在 一二三 是已经被 伊万纪里洛夫给超越了 在后程 其实中国选手的体力 可能会明显地 不如一些外籍选手 因为其实中国队 红越野滑雪这个项目 到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是这两年 有个非常大的提升了 是的 有一些 尤其是跨期跨向的选手 涌现出来的 很多零零后的 一些技术选手 现在这两年 在整个成绩上面来讲 进步很快 但是确实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 跟外籍的最重要的 一个差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科学训练体系的 这样一个技术上面的研究 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毕竟我们的 就是专业队 建队的时间 或者重新组建队的时间 相对来说 积电还不够那么的丰厚 你像外籍选手 尤其是像挪威 瑞典 德国一些选手 为什么他们的点仗 包括登兵的滑行 感觉特别好 是因为首先 你看我们的做工效果 是在比较大的 足够的做工幅度 以及比较短的做工时间 充沛的做工功率 以及这个快速的速度的过程当中 来实现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 就在国外他们来讲 就是我的这个摆地 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就可以收了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来回摆地的过程当中 是相对来说最小的幅度 可以用摆地去浪费 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时间 包括我在上坡 下坡 以及整个徒手登兵 和这样一个八字登兵的过程当中 我的这个角度 触地时间 和登兵角度 以及发力的这样一个方式 精确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基本上是 一度到两度之间的偏差 都不能出现 所以这个是平时 严格的一个训问 以及非常精密的研究 包括这个生物力学的研究 所最后决定出来的 我们在这些方面来讲 我们现在注意的是 比如说运动员的体能 把技术基本掌握 但是还没有把技术 掌握到那样一个 庙道颠豪的一个程度 还有就是 这些国际上面 对雪非常熟悉的 这些民族和国家 在面对很多不一样的 比如说湿度啊 雪矿啊 雪质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是粉状雪 还是比如说冰状雪 还是这个颗粒状雪 对等等 在面对不同雪矿 不同湿度 不同颗粒摩擦系数的过程当中 它们都可以做出调整 还有就是后勤导杖团队 在打雪辣的过程当中 打辣湿 在处理 我的板底的这层面辣 跟雪的这种贴合程度的时候 也是惊艳的体现 我们看到现在最后冲刺阶段呢 三名中国选手 其实是 两名中国选手和一名 俄罗斯选手 其实还是想争一个小组第二的 看最后的冲线 三个人可以说几乎是并驾齐驱啊 在这一组当中呢 应该是16号 中国选手是排在第二 来看一下康坦丁 格拉瓦茨基 然后以及中国的马海琳 马海琳是来自新疆的选手 这已经是进行到了 四分之一决赛的 五个小组当中的第四组决赛 是 第四组的四分之一决赛 包括这一轮 其实马海琳 他也非常年轻啊 99年的一名选手 他是从17年开始 同时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 比赛开始 康坦丁 格拉瓦斯奇克 是1985年出生的选手 这个 他的这个整个的年龄啊 确实是在 整个冬奥会参赛选手当中 应该都算大的了 他这年龄比这个挪威的名将 布兰德斯达 都要再大一岁 你看到马海琳今天也是身穿着一个黄色的运动服 马海琳这位选手呢 来自新疆的河硕县 也是17年建队的时候呢 进入到队里面的 他之前啊是在 整个新疆自治区的省运会当中是比3000到5000米的长距离的选手 嗯 也是一位从中程跑转向来做越野滑雪的一位选手 从能量分布上来说呢 一般来说我们在短距离的时候呢 就是人体的一个四大能量供应系统分别是这个磷酸岩动力供应系统以及 基本上还是用唐教解和尤雅 唐教解会比较多 所以说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乳酸堆积会比较多 但是对于我们田径运动员的中长距离的选手来 肩向这个项目来说呢 他对他的上肢力量和核心力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是 而这一点上面 中长距离的选手 往往他锻炼的是他的核心以及腿部力量 对 所以这上面呢 就是他在肩向和换向的过程当中 要着重地去锻炼他的核心和上距离量的这样一个抗无仰的这样的唐教解能力 包括其实马海玲 他是在这个赛季的积分赛中啊 是获得了11月份的男主自由 因为他之前也是同市中长跑的一个距离的选手 所以对他来说 可能他的长距离会比短距离要发挥得更好一些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像中长距离的选手来说呢 他的这个这个红积纤维相对来说比白积纤维 就是短爆发力的白积纤维含量要多一些 所以距离越长 给他的这样一个就是缓冲的时间越多的话 他会把这个能量的供给会分配的更好一些 而短距离冲刺的这种爆发力来说的话 他跟这种就是 比如说像挪威以及俄罗斯这种 看上去身板比较强悍的选手 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距 所以说我们在越野滑雪未来当中的 重点突破的其实还是说 像中长距离项目当中 我们突破的空间可能会更大 就像在这个短距离项目当中 比如说像泳池里面的自由泳一样 我们在比如说100米别泳50米别泳 和100米自由50米自由里面 我们一般跟西方的这种绝对力量的差距 还是确实是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越是短距离 其实他越是在每一次点仗 每一次登兵要求都非常的精密 我们现在看这是在我们的洋土滨江 毕之秋进行的这场比赛 这个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真正的 地外雪山上面比赛 只不过是因为一起那个原因 我们虽然说是艰难的开赛了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像往常一样 在街头进行这些普及性的像比赛的时候 让观众能够近距离的去观看 但是当疫情结束之后 相信未来这样的比赛可以从上海 开始延续生发起来 没错因为其实对上海来说 也是一个独特的风采 你看江对面呢就是这么多现代的科技技术 而将这边啊就是形成一种反差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国际上面 其实这种比赛就是在江边来进行的比赛呢 其实有很多 打个比方讲 我们知道小凡是说得奖的 所以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包括我们知道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德雷斯顿 19年的时候 1月份曾经在德雷斯顿 就是举办过城市越野滑雪的比赛 当时就在德雷斯顿的一北河畔 跟今天的比赛设置上面有一曲同工之鸟 我们看中国选手和外籍的选手 马海林和外籍的选手 一共是获得了康斯坦丁 一起获得前两名 获得竞技自走 其实总体用时要比前面几组要快上大概十几秒左右的时间 而且最后时刻我们看到康斯坦丁 他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冲刺 最后是超越了中国选手马海林 在这样一个最后的阶段 不过还是恭喜他们二位也是成功晋级了 其实马海林这也是一个经验 就是说在斯布尼决赛的时候我要保留体能 对 不去最后冲一下 老将王强以及中国的选手王龙分别是在外侧和中间 王强是三号码步 我们看经验很丰富 马上从外道占据了中间到此 然后整个的推升摆臂的幅度 以及点仗的触地时间 都整个动作来说比较紧凑 我们看有一些奸向的一些选手 在整个登兵摆仗的过程当中 还有两下徒手登兵的动作 下坡的过程当中利用徒手登兵 因为徒手登兵如果是你的 整个徒手登兵的节奏比较好 或者说是技术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会比你点仗的话要更快一些 是 而且王强也是一位今年很丰富的选手 他是一开始就是练越野滑雪的一名农员 已经练了15年了 而且多次是获得了全国越野滑雪景标赛的冠军 或者是一些冠军赛的冠军 包括冬运会中也是获得了越野滑雪的冠军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黄袍加深 有非常多荣誉的一位选手 在2019年当时的北京的城市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 当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受国际雪莲的一些先进风潮的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上演了城市越野滑雪的比赛 当时第一站是放在了鸟巢 第二站是放在了北京东奥组委的首钢工业园区 第三站是放在了延庆 然后呢在第一站的鸟巢站当中 当时王强就是获得了冠军 当时是1.3公里 今天呢整个的赛道长度是1.5公里 王强今天在前半程整体行进的 这个攻势是很猛的 从他那个起跑就能看出来 今天一下子就是要握住一个领先 因为他这个是最后一组了 而最后一组的话呢 其实想地补晋级的选手完全可以瞄着前面的选手 尤其是前八名选手的成绩来划 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以最好成绩去拼一个地补晋级的名额 我们看到王强 王龙呢和刘荣胜是暂时在这一组是稍微排名靠后一些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啊 这个这组有点那种稍微来讲互相之间的差距都会稍微有一些大 前一梯队和后一梯队 是因为这组呢像王强和王龙两位选手相对来说还是 呃成绩是比较靠前的 我们看经常就是练这个越野滑雪专项的选手呢 往往他这个跟这个从比如说像田定选材跨界跨向来的选手 他这个身材上面还会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是 米耶列伊阿易肯是是排在第二位的这位选手 他目前和王强是 这是来自新加阿勒泰福海县的一位选手 也是中堂距离的 他呢擅长的是呃就是个人赛 10公里到20公里10公里到15公里之间的这个个人赛 包括双追逐的比赛 这个是他作为这个跨界跨向的选手来说呢 他比较擅长的一个区域 就是在短距离过程当中因为对于爆发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他现在呢在最后一比当中是成功跟在天 我们看今天这个赛道啊 其实他这个坡呢他算是比较短的一个坡 所以选手在下坡的过程中其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收住自己的核心去进行一段滑行 是他这坡就是整个的垂直高度只有一米 对 所以说你看总的爬升在我们的数据当中赛道数据当中看总爬升一共是五米嘛 那就其实就是过五遍这一个坡 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个下坡不如说运动员你得收住自己的重心防止摔倒 刚看到其实有很多次好像运动员都差点是亮呛了一下 其实呢他很考验运动员的出发能力这个赛道 为什么呢你想有很多的折返坡 折返坡的话基本上你要把速度要收得非常的小了以后再重新把速度加起来 这几个折返其实包括出发是很考验你的出发能力的 来看王强最先到达后面是米列一Icon 这一组又是刷新了十秒左右的最好成绩啊 大概就是刚才是四分二十多这次出现是四分十二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的 男子的比赛到这里呢就是待会儿我们就等待着晋级大名单 没错 接下来是我们的半决赛 然后呢是率先接下来要出发的是女子的半决赛 女子半决赛是六位选手在一组当中同时出发 李欣 著名的选手包括巴亚一都在这组然后是有两位俄罗斯的选手 莫斯卡林科和卡鲁格 新疆队的选手啊往往就是会穿黄色的队服 像这种六人同时出发他和四人同时出发是不是对运动员的站位啊 或者站道有一定的考究要求会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因为看今天的这个赛道啊这应该是介乎于四米左右的一个赛道宽度 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B类赛道 因为C类赛道的话呢赛道宽度要差不多就是在行进过程当中最窄赛段 也要是在六米左右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六位选手同时出发的话肯定就是去占位置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就是整个你的身体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刚才五号选手李欣啊在登兵的过程当中呢两块板距离稍微有一点远 在利刃卡雪的时候就想在内侧想把这个就是双腿的距离往里收一下的过程当中在卡雪的时候就出现裂起来 就可见呢就是今天因为太阳出来了然后雪面呢多少会受温度的影响会有点油化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摩擦力呢在降低目前李欣是排第二巴亚尼嘉琳呢是暂时位列第一位的 是的巴亚尼嘉琳呢是今年22岁也是17年的时候舰队当中跨界跨上选择的一位选手 是也是一位我们哈萨克族的选手啊今天比赛中有很多少数民族选手来进行参赛也是一个亮点和看点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疆队呢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就是中长和中距离和短距离的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在17和18年的时候当时卡丁卡上选择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在新疆队来进行选择的 19年当时的三月份的鸟巢战的中国当时举办过的历史上第一次城市越野滑雪的比赛 那一战当中才是获得第十位 包括其实我们看巴尔尼加林这位选手啊他在短距离和长距离其实都有过不错的成绩 对 因为一个优秀的越野滑雪的选手包括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像阿里克希尔波尔舒诺夫啊 以及我们熟悉的像女子的选手玛丽塔尼尔森等等 这都是基本上可以全向参赛的选手就是基本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博尔舒诺夫在2018年这个平昌冬奥会的时候 从第一比赛日几乎是比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所有项目全部参加上来先比双追逐 然后比个人短距离比个人赛比计时赛 然后比接力最后比集体出发 诶 这边我们看应该是在过弯的时候弯没有收住啊 对 李鑫这次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他刚才就是在这样一个就是说靠近东侧的这样一个就是折反弯的之前 就出现过一次列写 这次是出现了摔倒 包括其实我们说滑冰滑雪他们对运动员过弯收弯的能力都有非常强的要求 嗯 每组六位选手的话 要想晋级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比如说每组是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 然后另外呢两个小组里面在共同地补两个最好成绩 这样的话呢 其实地补最好成绩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在速度类项目当中 从010年以后会经常出现 为什么呢 他是说如果有人锁定小组前两名 是不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就就收了就放速度了 那么为了比赛更加精彩好看 所以让你进一步的往前再划一划 争取一个名次 就是我还让你复活一下 巴尼甲林目前应该是依然是锁定第一的位置 在领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的好处就是就跟短道速滑里面一样 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你后面的选手发生任何的纠葛 是 我在前面领滑 但是就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在前面独自领风 就没有人去帮你破风 没有人去帮你在前面阻挡这个当头的这个风阻 来看一下最后的冲线 成绩还是不错的 然后来终点 这才40秒 二三位的选手要最后要看最后终点的这个激光相 要看最后的终点的测距 两位选手差之毫厘 而且二三位的选手如果说这一组的成绩相对比下一组快的话 有可能第三位就直接递不晋级了 是 因为其实我们看李星的话 他其实一开始前半程是明显的一个领滑的位置 但是中后程这边啊有一点小的失误 所以最后其实有点可惜 是 黑龙江的选手孟宏莲最后一个到达终点 中国的孔家伟马清华 陈爽 以及两位俄罗斯选手在第二组当中 我们女子呢也是一共分为两组组别来进行我们的半决赛 同时我们男子组的晋级名额也在进行罗密谷的统计当中啊 在女子的半决赛之后呢将要进行的就是男子组的半决赛 目前处在这组领滑的是喜欢越野滑雪 经常看关注国内比赛的我们的一些发烧友们 最喜欢看的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这位选手呢当时在鸟巢战当中是拿到了第二 而且他当时基本上17年跨界跨向 练这个项目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马上就涌现出来 让大家眼前一亮 而现在呢俄罗斯的选手马尼尼亚切罗诺索瓦 目前是处在了第一位 伊拉木江呢现在就是跟随在了第二 跟随滑呢如果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距离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可以修正领滑的过程当中 就有对方在前面给你顶封 但是呢就要小心对方的雪板的后颜板尾的位置 不要碰你的板头 尤其是在过这种死弯的过程当中 就是大家都在收弯 在收弯的过程当中 如果选择的都是相同的过弯 渠道轨迹和幅度的话 就会容易交织在一起 就很难控 因为我们毕竟在雪板的外侧没有就是钢刃 就卡不住雪的情况之下就会比较麻烦 而越野滑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所有的滑雪器材基本上都比较轻 无论是从它的雪鞋是所有滑雪器材里面最轻的 雪板也是最轻的 比跳台滑雪还要轻 像长距离的项目来说呢在现场还会设置换板区 就是一般来说你的极限又有选手 十号选手是出现了摔倒 那是马清华 马清华 刚应该是在战位的过程中 两个选手应该是挤到了一起 所以说其实像中段的这些选手 在滑雪中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比较跟的距离 又是一个弯道这边没有收住 对 我们看这是今天 我们这是进行到了第六组比赛了吧 第七组比赛了 五组男子 两组女子 这是在今天最东侧的这个发卡弯这儿 第四个摔倒的 就全都摔倒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呢 就已经是第四次了 可能我觉得是血质比较重的一些关系 对 所以对运动员的考验其实也很大 比利格尔在这一轮当中呢 他的这个领先优势很明显 如果说他跟后面的选手 拉开了一定的安全距离的话呢 那么他就可以用一些比较经济省力的一个节奏 在前面呢让自己稍微修整一下 并且在强度上给自己一点刺激 因为毕竟待会还有决赛 而决赛的话呢 他是分成两个组来进行 就是给所有的选手再多一轮比赛的机会 也就是他分成了Final A和Final B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就是 每组是六位选手 十二位选手 将再次打乱一下顺序之后再比一轮 成绩排在后六位的就进Final B 成绩排在前六位的就进Final A 这个跟 又跟短道速滑很像 短道速滑一般也是分成 决赛也是分成 对 B组和A组来进行 而在雪上项目当中 大家就是未来可以在冬奥会当中看到的障碍追逐项目也是这样 它也是分成相对来说 我们叫做小决赛和大决赛 就是再给半决赛比赛不利的选手一次比赛的机会 就是大家去比冬奥排名前八和前十的排位 对 包括其实有的时候A组可能会出现一些犯规的情况 或者说会出的A 比如说成绩被取消 这个时候B组就有可能来获得冬奥会的奖牌 这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比赛中 不管是A组B组 其实所有运动员都是要全力去比的 毕竟无论是尤其是大赛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要拼一个排名的 因为拼排名的话 现在就是按照国际雪莲的积分排名体制 就是基本上你前十几位都是多少会有一些象征性的积分 而每一站的积分对于选手来说 决定世界排位 包括决定自己在雪莲的这样一个积分 体系当中所占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这边最后一个弯道过来 将会进行一个一米的上坡区 就是进行最后的通刺 目前比利格尔伊拉木江依旧是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 可以看到今年她的整体的实力更强 去年的话 我们看她的比赛的时候 就感觉她的身子还是有点单薄 今年的话 就已经我们可以看到 身板不输俄罗斯的女拳手 就可以见到整个在一年的训练当中 她的整个身体的力量是成长了很多的 好 最后冲刺 前两位趋势比较明显 看第三名有没有可能地步 那这边女子的两人的半决赛呢 都是已经结束了 是的 稍后我们就要进行的是男子的半决赛 在女子的比赛中呢 马清华也是最后一个冲线 那今天她在中段的时候 她是道夫第二个冲线啊 对 因为她刚才是不是就在发卡温那摔了 最后一个冲线呢 上一组的李欣和这一组的马清华是出现的一样的问题 就这样的话呢 从今天这样一个人性化赛制的角度来讲 清华待会还会有一次比赛的机会 就是她会在决赛里面的Final B出场 对 B组出场 那么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场地啊 我们是在上海杨浦滨江的绿枝丘 可以看到其实在高楼林立旁边 我们这个绿枝丘算是一个绿洲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周围其实很多都是上海废弃的老工业区啊 在周边可能没有太多的现代化技术 当游客来到上海 大家来到上海玩的时候 才能发现啊 它就像繁华上海中的空中楼阁一样 就是很幸运很时尚 就是在工作之余来到这个绿枝丘 就是一片新的天地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比赛也是选在了杨浦绿枝丘来进行 码头上面的这些装置呢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像北京 首钢工业园区东奥组委的总部的那种感觉 都是遗留下来的这些就是 在相当于这种老的传统工业时代的这些遗迹 但是会给大家带来这种 有点历史的这种感觉 包括其实这个地方 也成了上海的一个新境网红打卡地啊 大家很多人会来这个地方拍照打卡 包括还遗留了很多之前烟草仓库用过的一些红色烟囱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亮丽景观 所以呢就是我们无论是把比如说很多项目都是在走街头化的路线 未来在后冬奥时代 我们基本上要推广每个滑雪项目的话 其实现在自由市单板以及这个越野滑雪 很多项目其实都在选取这样一个城市核心的一些地段 或者是一些优质地段来进行比赛 虽然说这个比赛可能跟严肃型的场地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呢却可以贴近民众 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更大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观众的这种 就是走进你的生活 在面对面的去给你带来这种刺激 是 就这也是未来可以比如说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工具管理中心 可以重点考虑打造的一种方式 也基于这样的一种动力 我们基本上也是无论是半赛方 还是这个上海滑边滑雪协会 这几年都在尽力地去促成各个战刺的比赛 尤其是吸引这样的城市越野滑雪的比赛来到上海当中 就是在一个可能见雪机会很少的地方 能够让大家去看到这种真正的真雪的户外赛事 对在上海老雪上向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冰上项目很强了已经 包括这两年我一直在提的就是上海的冰上 冰大奖赛每年都会在上海举办 大家基本上会成为一个固定的那个时间 像生物中一样每年到这个时间 是不是该看花滑的比赛了 所以未来的时候可能雪上的比赛会更加多一些 来看这是男子的半决赛 半决赛 那么半决赛也是同样六位选手来一起出发 那么刚刚经过资格赛之后 四分之一的决赛之后呢 那么现在男子组半决赛的名单是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半决赛的选手 第一组呢一共是六位选手 上精彩老将是在包括中国的选手13号的王龙 是 镜头现在给到你 分别是在一左一右 站住了两个门柱 刚刚也是镜头给到了巴德里寒 在第一轮表现中也是非常出色 海纳提 土尔逊 包括镜头刚刚给到的 沙切尔切诺 对 俄罗斯选手 我们看到俄罗斯选手还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半决赛中 他们几乎是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 而且说实话这是俄罗斯相对来说 就是二线队或者三线队的一些 年龄比较大的一些选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我们和外籍的这种就是说 因为我们舰队时间比较晚 就这种差距上面呢 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去交流 和找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我们看到中国选手上金才 也是处在右侧 左侧第二名的一个位置进行出发 好的 比赛开始 来看这是半决赛的两个小组当中的 第一组比赛 如果是按照决赛的话 也是六位选手出发的话呢 那应该就是每组的前两名晋级之后 另外递补两个最好的组织 跟刚才女子半决赛进决赛的 这个赛制是完全一样的 是 我们今天其实是个人短距离 项目的比赛 选手是要直接连着比三轮 如果说最后晋级的话 是对体能有着比较大的考验 对 这边是土耳逊7号 右侧 我们看到 一侧 一号呢是我们沙卡诺夫 刚才为大家重点介绍的选手 是 尚金才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真别说就是从四分立决赛和资格赛 我们看他的比赛 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这是作为一个就是 总比长距离的老将来说 在今天短距离里面有这样的 发挥是不错的 包括我们看到 其实刚刚比赛一开始 尚金才也是 立马占住了自己的优势 那他现在其实 他 诶 陈老师觉得 尚金才和夏吉尔奇亚诺夫 他们两个人 谁的优势更大在这一轮 在这一轮当中呢 我觉得就是 如果尚金才想把自己 送入到决赛里面的话呢 那么他就可以保住 第二个位置 一定在这一轮去跟对手比赢一斤 因为毕竟呢 打个比方讲 我们跟外局选手的 身体的恢复能力 和身体的体能强度上面 在训练的质量上面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差距 包括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 就是登兵角度 登兵幅度的训练的精密程度 还有这个点杖的 这个称杖效果等等 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这个时候呢 不去跟对方 凭纯体力去硬抗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上金台现在正好就是 紧紧的跟在目标对手身后 跟到沙奇亚诺夫身后 不着急 这样的话呢 拼一个小组前两名晋级 直接在决赛里面 大家再刺刀见面 是 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方式 而我们也看呢 沙奇亚诺夫现在呢 因为他稳稳的领先的过程当中 他也并不着急去把自己的领先 优势去扩大 也是在保留体力 其实对上金台来说啊 他跟在沙奇亚诺夫后面 其实也可以并免一定的风度 对 也是能够节省体力的 因为你想就像俄罗斯的 我们就是说阿里克谢博尔苏诺夫 在平常冬奥会 基本上 因为我们这次北京冬奥会的话呢 会在越野滑雪当中的分项 一共是12块金牌 我们会从2月5号比到2月20号 就是连比16天 那如果比如说全项目参赛的选手 几乎是加上这个及格赛 加上这个半决赛和决赛 基本每天都要比 那这种体能恢复能力 我们跟对方的这种体能的训练的强度相比的话 肯定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想一些 更符合我们那些计算师的办法 这组稍微靠后的啊 我们看到王龙这边是稍微靠后一些 而在越野滑雪的冬奥会的比赛赛场当中 大家会看到比如说一到教练区的时候 教练就会要么就是给选手递一下补给品 要么就是呢给选手就是说递一下雪仗 13号中共选手王龙 目前这组处在第三位的是埃格洛夫 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6号 那上金才被加在中间 所以上金才如果是在这组当中要确保晋级的话呢 就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而且要在线路上一定程度的要封堵一下后面的埃格洛夫 没错 当然如果是比如说后面的选手在试图超越的时候 你突然变现封堵的话 这是前面的责任 领先选手就可以了 上金才一直在观察后面选手的位置 最终是成功的第二名出现和第一名 莎切尔西诺夫是直接竞技到了今天的决赛 对 因为这个小组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不重要 前两名才重要 他其实后面一直很紧张 对 又看啊 怕第三名超过自己 对 那这就是像上金才这样的 就是他在90年左右出生的 现在已经接近30岁的老将 确实是他有他的经验 王龙在这组当中是最后一个到达 男子的话 待会就没有翻斗币了 就直接比决赛 是在女子的决赛的两个小组比赛 B组和A组结束之后 比男子的决赛 接下来剩下的六位选手即将出场 分别是一位俄罗斯式选手 在最右侧的二号选手 格拉瓦琴科 然后以及中国的选手包括 阿姨肯 王强 马海琳 刘荣胜 全在这一组当中 出发之后是王强顶在最前面 依然比赛风格的强悍程度 跟刚才我们看到 他在四分内决赛最后一组出场 感觉是差不多的 对 他一开始就会一下子进进一个加速 来抢战中内大的优势 而外侧的俄罗斯选手 格拉瓦琴科 并没有放松 也是在两位选手 基本上就是要一左一右 要瞄着前两名的位置 我们看在过弯的时候 大家今天都特别小心 明显就是看到 大家在对脚底下的血质 并不是特别的放心 所以说也是做出了一些应急预处理 包括其实到了下午 界定两点的时候 其实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了 对 那这个时候血质会更加的松软 其实更加不太利于选手追血质的把扣 现在基本上现场 因为在江边稍微还好一点 应该在零上7度到6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温度 对于血的质量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说国际血连是允许 因为尤其是城市越野化学比赛 它允许在水里面加一些化学物质 来防止它在面对较高温度的时候过早融化 加勒拉提基克还是目前在第二组中保持着领先的位置 紧跟其后的是中国选手王强 这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在每一个发卡弯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选手 必须得是又重新把速度降下来之后再提起来 这一下呢是很费油的 我们知道就比如说你在高架桥上 在上海的高架桥上去开 如果一路不堵车的话 其实是很省油的一个方式 定速巡航 但如果你红绿灯一会儿停了一会儿起来 一会儿停了一会儿起来 那个是最费油的 一脚油门再跟一脚刹车又加油门 对这就是所以说对于选手来说 这种平缓的坡道就有这个难度 而且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 没有任何的下坡惯性可以供你调整或者利用 就全程你要想获得速度 只有通过向前登兵和推仗 刚刚我们看到阿姨肯又在这个东侧的弯中 是出现了坏道 同时还是这个弯 所以在今天下午比赛结束之后啊 估计今天晚上7点钟的领队会 大家会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要对西侧的 东侧的发卡弯前面的一段直线距离滑行 要稍微的把那片学道 要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因为今天连续很多人在这里出现了问题 王强目前处在第一 你看到王强的表情也能看出来 他好像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后城 对选手来说是他们体能的一个灵界值啊 又知道了东侧弯处理的还可以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轮出场了嘛 所以他今天一共相对来说要比三轮 是 今天他的比赛压力是最大的 过了今天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 赶紧往后看 看看目标对目标对手的身影 感觉刚刚王强其实让了一个位置 他说你想往那儿冲你就往前冲嘛 是就是你要领滑的话我就跟你一段 就是你帮我挡挡风 但现在呢9号选手也上来 9号选手马海林 来自和硕的选手啊 这个过弯的过程当中也是左脚登兵的时候呢 是稍微有一点踩空 所以就是全程啊就别看一点五公里 短距离好像非常的平铺直序 平推就可以了 没那么简单 尤其还要竞速还要卡位 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的唐教姐的 包括抗乳酸能力是要求很高的 就跟包括我之前还说过就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我姐说的单板自由式的那个现场 我们的破面障碍技巧 三组街区障碍三组跳台障碍好像看上去 哎呦这赛道怎么这么简单 跟X game简直没法比 也没有鲨鱼唇也没有四分之一管 什么都没有 但是越是简单的你还要拿成绩 为什么大家的失误率就少了 大家失误率少了平均分都很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拿出绝对的高难度动作是根本不可能能赢的 这就是难度所在 王强稳稳的小组第一 王强这边应该是第一 第二位 应该第一位是 格拉瓦茨基赫是率先呈现 我们待会看一下最后给出的一个小组的成绩 从刚才我们看的三号满步是王强 二号是格拉瓦奇克 15号的选手是 十万 这组基本上大家也是拼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看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德雷斯顿的那一战比赛当中 包括克雷伯 包括很多的优秀选手都在现场来进行的话 就是冲过终点线的时候 大家体能都透支得非常严重 所以就是这种平整的赛段 其实对于越野滑雪来说 其实挺难的 对 因为他没有下坡那一段去让自己稍微恢复一下体力 是 但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看点 就是说就喜欢看到运动员被折腾 对 就是运动员好像很辛苦的样子 就感觉这比赛就有刺激感 所以他每分每秒都是在用雪杖去进行一个助推的加速 是 没有休息的时间 来 这是女子的 应该首先进行Final B 女子的Final B呢 也是刚才排名后六位的选手 孔伟佳 马清华 孟宏 中连 陈爽在这一组当中 同样在我们的Final B的比赛中呢也是六位选手来同时出发 这组就是征排名 孔伟佳 其实就是大家在真正的封闭式训练的过程当中 因为疫情只能是封闭式训练 在封闭式训练过程当中 好不容易是有场比赛可以比 那大家呢是可以抓住每一枪的机会 多比一枪的话呢 其实可以多累积一些赛场的感觉和经验 是 因为其实 孔伟佳目前处在第一位 其实 国家越野滑雪队的领队张贝他也说 其实 在这么多年不懈奋斗之下 我们的队伍呢已经实现了冬奥会12个小项的全项目谈赛 这个不简单 这也是第一个目标初级目标了 是的 也是表明了中国越野滑雪队的一个决心 另外呢借助这个机会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小盘提到了 就是冬奥会我们要比越野滑雪的12个小项 分别是男子的要比15公里传统技术个人赛 以及15公里双追逐自由式技术的个人短距离 传统技术的团体短距离 以及4成10公里的接力 还有50公里自由式技术的集体出发 女子的话呢这是男子的六项 女子同时也是六项分别是10公里传统技术个人赛 7.5公里双追逐自由式技术的个人短距离 传统技术的团体短距离 4成5公里接力 还有30公里自由式技术集体出发 一共12位选手 一共是12块金牌 是从2月5号比到2月20号 2月20号闭幕式当天下午 要比出的是最后一项 是女子30公里 集体自由式技术出发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把女子马拉松放到最后闭幕式来比 这样的话也是对女子运动员们的最大的一个尊崇荣耀 所以他不把男子的50公里集体出发放最后 他把女子放最后 12位奖牌呢 其实越野滑雪就已经不是雪上第一大象了 这次雪上第一大象由于空中技巧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加入了男女子混合团体 所以说一下变成了13块金牌 所以他是现在是第一大象 然后呢高山滑雪12块金牌 然后是越野滑雪12块金牌 相当于三大象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中国队 其实也在国内和芬兰参加着国际雪联的一个积分赛 也是在为冬奥会做着一个备战了 是 有部分的选手呢 现在还在国外有很多 比如说很多的大象的队伍 包括丹瓣啊 自由式啊 高山啊 也都是目前还没有回来 回来之后呢 他们将进入到丹瓦口集训 进入到最后的封闭隔离 然后呢在赛前参加比赛 其实在中国可能越野滑雪相当 又有选手在侧滑的过程当中 刚才没切入雪 10号 马清华 清华刚才已经在这个段落摔过一次了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越野滑雪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美国 芬兰 爱沙尼亚 俄罗斯 德国的一些教练 也是帮助中国队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 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如果是短距离过程当中需要提升的话呢 确实是需要借助外籍的教练团队 因为他不仅仅比如说我们聘请一个主教练 我们从生物力学方面的研究专家 包括体能教练 包括心理咨询教练 包括这个就是营养师 甚至是包括按摩师 还有就是相对来说数据采集电子技术团队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主教练 他好像是一个比如说现在当代拍电影的一个导演一样 他把一个导演组都带来了 这是现在的就是 你不是说请一个主帅就完 主帅会会整个带来一个团队 把他的一套训练价值体系来灌输给我们 我们从中去总结更适合自己的一种训练方式 对 包括其实岳野华学它是起源于北欧嘛 包括它一直以来 其实都在北欧国家的一种统治下 那中国目前为止实现了全部小项参赛也是标志着岳野华学在中国 也是有个非常迅速的发展 是的 刚才就说起源嘛 也就是包括1892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霍尔门科伦滑雪节 当时就是北欧两项 就是跳台滑雪加越野滑雪的北欧两项 也是现在冬奥会的正式项目 就已经开始比了 在1901年左右的时候 在北欧运动会那个时候 它是早于冬奥会的 我们是北欧运动会 连锅端到冬奥组委 被这个由维克托贝尔克爵士领衔 来这个在顾白旦先生的影响之下 开始把北欧运动会改革成了冬奥会 现在这一组的比赛也已经完成了 其实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一组大家的平均用时 要比第一次滑雪的时候要慢一些 是 孔伟佳应该是获得这组的第一名 是号码部三号的这位选手 11号是中锋选手陈爽老将 1924年夏慕尼冬奥会呢 其实当时是冬季运动活动周 还不是冬奥会 它是在1925年被追认成第一届冬奥会的 当时就是有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 和男子18公里个人赛 包括那个时候冬季两项还叫军事巡逻 对 冬季两项叫军事巡逻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明它是IBU 就是它是归冬季两项联盟管 它不归国际雪莲管 好 真正的女子的决赛A组 准备开始 有三名中国选手和三名俄罗斯选手 巴亚尼是在最右侧一号位 身着一号号码部 迪尼格尔是在屏幕右鼠的第二位六号 切尔诺索瓦来自俄罗斯 是在中间道次上面 然后是中国选手李欣 两位俄罗斯的选手 格罗万以及摩斯卡林科 这组多达三位的俄罗斯的选手 在这组当中 三位俄罗斯选手以及三位中国选手 贾林巴亚尼 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还有李欣 女子A组的决赛即将开始 好的 比赛开始 那A组决赛 大家肯定也会对 这个 我们看迪尼格尔伊拉木江 是多强势的这样一个出发 马上出发就抢那道 然后现在跟在目标的外籍选手身后 他跟住的是摩斯卡林科 这确实是一个冲劲很强的一位出面 这确实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当中 确实要有血性 我觉得的话会很难抵 而且我们看过斯卡林科 他的这个身形也是比较强壮的 在女子运动员里面 比较高的 是 在除了当时的北京站之外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还利用去年的 虽然在疫情期间 但是利用去年的国庆冰雪乐 在10月4号的时候 还曾经在吉林省吉林市的北山公园 在黄空路里面 举办过越野滑雪的挑战赛 然后还在今年2021赛季的1月份 在甘肃的白银 举办过全市越野滑雪的比赛 所以其实虽然有疫情的阻辙 包括我们的上海洋谱站 实现了上海第一次户外的雪上比赛 一直在排除种种的困难 在去全国范围之内 去普及这个雪上的第一大基础项 两位来自新疆的选手 目前是处在领先的位置 6号的提尼格尔伊拉木江 还有目前是1号的贾林巴亚尼 我们看这个点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 为什么女子选手感觉她的触地时间会长 因为她的整体的力量有高通速的原因 跟男子选手本身就会有在体能上面 绝对力量值上面会有一个质的差距 但什么样好的点杖呢 我们可以看比如说像平常冬奥会也好 像2021年20年的还有19年的市井赛也好 就可以看到国际上的一些高水平的选手 基本上他们在最后冲刺或者说在途中加速的过程当中 点杖还有整个身体的这个共振幅度是非常短促很干脆的 点杖时间短推升效果好 然后整体的摆动幅度比较经济 这样的话呢才能决定你的整个的动作的发力时间比较短 我们看到嘉玲现在和伊拉木江也是两个人并驾齐驱 这一组要前三就直接上领奖台了 伊拉木江之前也是在中国的国际血连积分赛 上10月份是获得了总冠军 包括11月份是在温泉战中获得了总冠军 有非常不错的夺精实力的一名选手 我们看整个在比赛过程当中 他对赛场的这种跃途能力 和对赛场的这种掌控意是很强的 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竞技能力和竞技状态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刚刚嘉玲巴安尼又是在这个冬错弯 身体的重心有些不稳 但是他调整的非常及时 他用了一个甩大弯的一个方式来过这个弯 因为他身边呢就是跟他近距离接触的人比较少 他就可以用一种比较这种安全的方式来过发卡弯 一旦局面锁定的话呢 选手们基本上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节奏 来保持自己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从航拍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在过弯的时候这种减速再提速的难度啊 包括他的整个的我们在镜头当中很难捕捉到的那种他们的滑行速度 因为一旦如果他们的滑行速度快的话 像男子可以飙到40公里每小时左右 这个的话呢迎投过来的这个风的重量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6到8公斤 所以说对你的阻挡是很强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刚刚出发的时候抢的比较凶的摩斯卡连科啊 现在是速度不渐的慢了下来 在最后的冲速阶段 我们看这基本上过这种意义的小坡啊 选手们基本上就是完全不用减速以及 真的不会吹灰之力 不用去改变任何的技术动作以及节奏 好 最后 伊拉木江 比尼格尔伊拉木江是获得了第一 获得第二的是加林巴亚尼 来看一下第三名 俄罗斯选手 摩斯卡连科应该是更快一些 是的 因为要看斜肩的固定器 我是排取了一个比较冒失的冲线方式啊 最后也是重心不稳 但是他的速度应该还是快于第四名的选手 在国际上很多著名的城市越野滑雪的 就是欧洲战刺当中啊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出场的都是大腕 但是往往最后就是冲线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都是摔过重点线 对 就是这就证明什么呢 就是比赛的激烈程度是非常强的 而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下就是 大家冲线的这个技术动作叫做 剑步冲刺 这个剑步冲刺呢 在1998年之前 在我们的花样滑冰里 这个短道速滑里面也是允许的 后来是被在短道速滑里面说是犯规动作了 但是越野滑雪里面是可以采取剑步冲刺的方式 也是长野都会那一下 没错是嘉静指导的那一下 那我们看到其实刚刚最后 所以当时包括小凡 我们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 嘉静上说什么叫剑步冲刺 你看一下越野滑雪就知道了 就是不顾一切的 是的 也要冲了这根线 没错 来看一下男子 男子决赛就没有final b了 就是他的这个包容性就差了一些 就直接就是大家的竞争性会很强 我们看刚刚在比赛间隔的时候 工作人也是对雪道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因为在之前几轮的比赛中 雪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平整 需要做一个及时的调整 现在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A组的决赛 这也是今天呢 个人短距离项目的最后一场决赛了 明天将进行的是团体项目的决赛 男子个人团体和男子的短距离团体 和女子短距离团体自由式技术 包括我们看到尚精彩也是位列其中 穿着短裤 是三号王强 两位选手这个两位老将在这个赛季看来 是把状态调整的非常不错 莎切尔诺夫 包括二号选手格拉瓦茨基赫 A组的决赛中同样也是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的选手啊 大家今天这个整个虽然说旁边没有观众互动 因为我们是这个在气泡这个里面是红区 就是工作人员是轻易来说不能进去的 或者你又进去就不能出来 所以相当但是依然可以看到 大家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第一次在上海 比户外雪上项目的比赛 大家表情很轻松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旁边就是邮轮呼吱而过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 也很少有这样的比赛的场景来给他们 所以也是一次 从易北河比到黄浦江 是 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出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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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还是有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是在呼喊着这个我们的口号啊 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位于最右侧的一号选手 是俄罗斯的选手 沙切诺夫 然后三号 中国选手王强 二号 格拉瓦斯奇克 来自俄罗斯 四号 上金才 六号 埃格洛夫 以及最左侧 屏幕最左侧的 九号 马海雷 在最后一轮比赛之前 也是有相当长的一段间隔 是 我们看格拉瓦斯奇克 刚才是把自己的头巾也给摘了 这个很像 这个约翰内斯克莱伯 在个人短距离的平昌决赛当中 他本来有一条发带 把发带也给摘了 这就是什么呢 背水一战 来看一下最终 今天个人赛的第二块金牌 也是最后一块金牌的争夺 是 包括大家戴的这个雪镜 其实就是防止在雪上 雪盲 所以说就是 未来我们如果是 有现场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带着 记得戴上您的墨镜 在现场的话 眼睛会更舒服一些 尤其是当天气太晴 阳光直射雪面的时候 那个反光太刺眼 没错 前面呢是压出了 魏运动员压出了一个雪道 这雪道呢 最短的中间的 这个两个雪折之间的 最短距离是17公分 最长的可以要求到30公分 然后呢 雪折的深度是 2到5公分 一般来说 尤其是自由式技术里面 会经常有这种雪折 是可以就是说运用的 这样的话 有利于选手的出发 一般都会用这种 高密度的压实方法 把这个雪折压得非常实 在越野滑雪的比赛中呢 其实那种冬奥会的比赛 在比赛中段 也会有雪折出现 没错 甚至过弯的时候会有 除非是那个斜面弯 它不会有 但是今天的比赛 是只有出发的时候 然后有这个雪折 对 就是有利于选手 是因为选手无论怎么样 你是自由式技术也好 你只能用传统式的 双胀推升的加速技术 来进行出发 完成出发 给了上金材 别看我们这个雪杖这么长 真的 我们经常就说 这个轻的跟筷子一样 所以说就是它 一旦是出现了 比如说和别人 甚至你戳到别人身上了 很容易就断 好 我们来看 哇 王强真的是一上来就拼 抢战中间 一号的 沙吉亚诺夫 是处在左前方的位置 决赛这个A组啊 这个竞争激烈程度 格拉什齐克 这位光头的选手 刚才甩掉头筋的选手 现在也是排他第二 王强现在是第三 上金材第四 其实越是这种高时评的比赛 越要考验选手的过弯时的一个技术处理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 就是全程停推 就是你就把体能消耗到最后就得了 就看谁的体力盈余最高 所以我们就看到 刚才无论是王强在上一组的半决赛的比赛 还是上金材 基本大家都是有所保留的 就想拼这一刻 所以我们看到外籍选手是毫不相让 作为客场作战 班道处理的也不错 这个位置要格外的当心 目前暂时位列最后的是艾克罗夫 你看就是这个 领先的选手沙奇亚诺夫 他的这个八字登兵技术 我们看完全不着急 充分的利用自己的登兵的 每一次的这种登兵效率 他发现其实他每一步的不平 他是要慢于其他选手 但是他每一步的不平 滑行效果很好 滑行效果很好 就跟比如说我们在游泳比赛过程当中 你的滑水效果很好 你的这个抓水 爆水 推水 一下这一套动作出去之后 就是比别人要远上一截 这个就是技术 你看两位选手现在 两位外籍选手分别是 沙奇亚诺夫以及格拉什七克 两位选手是排在前两位 想从那道抄一下 但是这一辈 哎呦 这就渔翁得利一些 两位选手 前板板尾和板头相撞 拼得太凶了 格拉瓦斯基赫刚刚那一下 其实是想从那道抄 但是还是交叉在里面 你是可以抄底一下的 对 就当一一旦格局发生改变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所以滑行的稳健也是 还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这在决赛里面 两位选手也是给两位选手敲了警钟啊 又是在东侧的那个发卡弯 又是过东侧发卡弯 这这今天第七回了 那这一下王强是笑纳好礼啊 是 这样的话就是队内的两位选手 两位以前划中长距离的选手 在短距离当中 这过弯就不要再着急了 因为要不然的话有点得不偿失 抢这一下 不是特别的经济实惠 这两位选手也不用往上加速了 因为确实想这个时候再往前 硬追的话 一个是消耗体力 还有一个就是 意义不大 想上领奖台已经很难了 当然如果这个时候还能追上了 那真的是绝对的名将 这个时候我觉得只有 布兰德斯达 佩雷格里诺 以及约翰内斯 克莱伯 可能这种级别的人会拼一下 确实是没有想到啊 在这种赛场上 就是瞬息万变 嗯 所以就是速度系的项目是这样的 就是你跟 你只用一个简单的雪板 跟雪为戒指来控制 以及只用一个简单的冰刀 与冰作为戒指来发生接触的话 它的那个控制 跟我们在路上 比如说跑个中长距离 马拉松什么 那是有很大的差距 包括其实 是不是选手的雪板也有不同 像自由版和传统版 是会有不同 传统是技术的 它是一个反攻 我们看王强已经在最后的冲刺了 这个点杖 这个幅度 这个核心的这个能力 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们看它明显是比上金才 哎呦 这个中间在这个整个的 倒线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刚才差一点划到倒线上 那排名第三的是俄罗斯选手埃格罗夫 对 我们看埃格罗夫就很聪明 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 他就一直死在最后 结果哎 我卡一个第三 恭喜王强 上金才 以及俄罗斯的选手埃格罗夫 获得了今天的男子决赛的前三名 哎 最后时刻啊 这个 莎恰洛夫是最伤心的一个人 没错 本来是稳稳的在第一位 所以明天呢 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 这位选手去参加 团体赛比赛当中 他们的这个技术发挥 我们也其实是很希望 外籍的一些 相对来说经验更加丰富 雪灵时间更长 然后这个战绩 更加积累 积淀更加深厚的这些选手 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 说白了是能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没错 我们看到最后时刻 格拉斯瓦基赫也是和 莎斯洛夫啊 进行了一个交流啊 就是你慌什么你伴我 好 稍后我们来看一下 女子和男子的最后的 正式的决赛之后的比赛成绩 没错 稍后就是今天的场地当中呢 会进行今天的一个 简短的颁奖仪式 当然我们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呢 上海洋土站的 也是上海历史上的 第一个户外的 真雪项目的比赛呢 就这样的在疫情期间 我们冲破了重重的困难经济 终于是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比赛日的比赛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就是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当然在疫情期间举办 虽然说少了观众在现场近距离的助力和这种接触 但是我觉得意义会更大一些 就即便是我们有重重的困难 也没有阻挡住我们这个南展 西进东拓的这样一个步伐 我们看最终的成绩 中国选手王强4分03秒79上金牌 4分06秒72俄罗斯选手 埃格罗夫呢是排名第三位 恭喜这三位选手